梦庄倒是好找 单看门前的排场 也能知晓 这家实力不俗 阿飞蒙了脸面 月入堂中 梦园外正在查账 突见黑衣人前来 不由大惊失色 待听的对方 就是近来大名鼎鼎的梅花道士 不禁坐一求道 大侠 我愿意出白银十万两 只求你饶了我性命 阿飞却将手一伸倒 把账本拿来 见梦财主苦着脸不肯交出 于是将身一坐 挑将上前 与此同时 直到大网子上方 四周同时都将过来 屋内已没有半点闪避的空间 阿飞便如陷阱中的猎物 被死死的缠住 单听门外 有人狂笑道 梅花道终于现身了 让我看看此贼到底是何人 伴随着笑声 白小生心剑等人 同时闪出 阿飞做梦也想不通 为何梦园外 会请到如此多高手 替他护法呢 少林寺心梅大师的房外 心剑高声叫道 李寻欢 不要妄图一辈子躲在屋中 你的同党昨夜作案 已被我们抓了个正着 你们两个大小梅花道 伤天害理 今日定不相容 你再不出来 我们就先将阿飞宰了 寻欢文言 心下惊奇 他又如何能想到 阿飞被擒得前后经过 于是推门而出 国见阿飞 被盗捡了双臂 暗于怨中 见到寻欢 不禁悲愤交加道 大哥 你莫要管我 我假扮梅花道 本想救你出去 可反而拖累你了 寻欢听懂了大概 于是微笑点头道 不妨 你且平心静气 如今 我已知道凶手为谁了 随即转头 望向心胡道 方丈 西梅大师体内之毒 明显分为两种 很显然是在回思之后 再次遭人暗算所致 在我护送大师同行之际 他曾将寺内一个秘密 告知在下 数日前 少林镇寺之宝 一金金被盗 大师早怀疑一人 并将藏匿经书的位置 告知了在下 现在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下读者和偷经者 便是寺中新自备的高僧之一 而那藏匿地点便是 他走上几步 在西湖耳边低语了几句 西湖听后 眉头紧皱 随招手 命二代弟子进前 牺牲叮嘱 按寻欢所说之处查找 过有片刻 几名弟子回复道 启禀方丈 在东宁阁内 果然发现了丢失的宝典 一旁的新剑 猛然跃起怒吼道 方丈师兄 你怎能私自搜查我的房间 我字清白 我阁中怎会藏有经书呢 他早已一傻而出 寻欢和新湖对望一眼 同时飘然跟随 就见新剑几个起落 来到东宁阁内 抽身跃上西手暖炕之旁 将手一探 击破了一层甲墙后 掏出一本小书后喝道 经书明明还在这里 你们几个是如何搜到的 突然 他话音停下 因为乌庄所有人 均以极其同情的眼神望着他 新剑 静而不打自招 若不是他心中慌乱 又有谁知道藏书之所呢 新湖常常念诵了一声佛号后方道 新剑 你贪念太盛 可是你实不该为了一本佛家经典 便狠心毒害了师兄啊 便在此时 突然一柄尖锐的利器 已然抵在了新湖的颈尖 这一下 太过突然 且偷袭者武功太强 听众纵然高手如云 却没人能够出手干预 只听白小生在新湖身后笑道 老和尚 难为你我朋友一场 我也让你死得明白 想要一斤斤的不是新剑 而是我 作为条件 我答应过他 只要经书到手 便为找机会将他扶正 你做了几十年方丈 如今也该轻松轻松了吧 新湖漠然 少林僧众虽多 可方丈生死 悬于他人之手 越有谁胆敢轻动 白小生露出了胜利者的姿态 常笑道 新剑 你拿了经书先走 我和方丈大师随后便来 只要今日走出少林 那便是他白小生的天下 数十年间 他也积蓄了大量高手 此事 为其所用 少林群僧垂头丧气 西湖方丈 面如死灰 便在此时 突然一道荧光闪出 在场之人同时一惊 那道绚烂的光芒 一闪而过 可白小生的笑声 却停止了 一把寸许长的小刀 就端端正正的插在他的咽喉症中 甚至连闪避的动作都没有 他已被刺中了要害 白小生双眼如鲸鱼般突了出来 他至此都不能相信这一刀的速度 他曾经将小李飞刀 排到兵器谱的第三位 因为他曾经见过 这把飞刀如何杀人 他当然也见过前两名全力而为之后的恐怖实力 他自信不为看错 让当自己亲身体会到飞刀的可怕后 他觉得自己排得错了 可兵器谱的排名永远不会再被改写 白小生不甘地合上了双眼 心剑咬牙切齿道 你们不要逼我 否则我就把这本经书毁掉 突然 一个声音冷冷道 放下书 活 否则 死 不知何时 阿飞身上的绳索已被循环扯断 那把薄薄的铁片 就停在新剑身前无耻之处 无耻 本不是很近的距离 可不知为何 新剑的心却在发颤 腿已抖个不停 继而双膝一软 跪了下去 面对死神一样的阿飞 他甚至连一战的勇气都没有 君丑扶猪 死者自然担负了所有的罪名 白小生 成了幕后一切的主使者 梅花道的名头 自然也被安到了他的身上 循环苦着脸 摇了摇头 即便他能看穿一切 可又能怎样呢 揭开龙啸云 诗音会快乐吗 同样 阿飞会认可自己 对灵仙二的看法吗 循环已经走向了少石山 还是离开这里吧 远离江湖 远离这惹人苦恼的是非之所 阿飞也走了 带着仙儿一同离开 他的出现 犹如一道七色的彩虹 将整个武林映射得斑斓耀眼 与神级的小李飞刀一样 那快速绝伦的致命一剑 同样神秘 而又充满了传奇 单人独奇闯三关 一招击败 南海欲消 手指击杀轻魔手一哭 单见威震少林寺 至此 阿飞的故事开始被人传唱 这是一位不在兵器谱排名 却胜过排名中的绝顶高手 武林之中人称他为飞剑客 预知阿飞和林昕尔 到底生活得怎样呢 兵器谱中的前两名高手 也会卷起何种风浪呢 请看下期剑法的终极奥义 鸡无命的左手剑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请点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